据最新报道 北京时间2021年12月10日 我国在九群卫星发射中心 用长征4号以遥47运载火箭 成功将实践6号五组卫星发射升空 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据悉 在400次发射里 前三个100次分别用是37年 7年半和4年多 而最新的100次从2019年3月10日至今 仅用两年零九个月 在最近的100次发射中 长征系列火箭成功完成多次重大航天任务 据了解 长征5号火箭地球同步转移轨道运载能力约为14吨 长征5号比火箭近地轨道运载能力约为22吨 由于运力强大 长征5号比火箭此前已经承担了 中国首个火星探测器天尾一号 首次无人登月的长额5号的发射任务 首个空间站和新舱的运输任务